几名搜救队员冒于停进西头园区 在林内地毯市搜索 一名84岁劳务失踪 他的妻子怎么都联系不上 相当的着急 后续搜救队员彻夜找人 终于在森林探索区最上方的位置 找到陈姓老翁 位在边坡下方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搜救队员使用软式担架 将人运送下山 协助警方一同 请同台湾全政策协会的人员 一同来协助搜寻 然后顺利在今日早上的时候 顺利到搜寻到陈姓老翁 事发就在12号早上8点多 这一对夫妻前往西头园区践行 监视器拍到老翁最后身影 入院后两人先去上厕所 之后相约门口会合 没想到短暂的离别 妻子却迟迟不见政府归来 后来才赶紧方案处理 84岁老翁到底遭遇什么意外 却安将依相关程序 报请南投地检署司法相宴